说到大多数女生都喜欢首饰珠宝什么的 首饰也分很多种类 有些女生就对黄金类首饰情有独钟 觉得这玩意戴上富贵漂亮端庄大气 富贵逼人 威方有位齐女士给我们反映 说自己在今年一月份买了两个赛菲尔品牌的黄金戒指 戴了没多久就发现这个戒指跟买的时候不一样 你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看 1月27号 齐女士在维方昌义市全服员商场塞菲尔珠宝专柜 购买了两枚黄金戒指 戒指一枚是圆形的 一枚是方形的 总花费1509元 我一直把这个戒指当首饰戴 所以不是经常戴 一直放着 最近拿出来一看变形了 严重的变形 方形的戒指 以前它的面是那种圆弧的面 现在都是非常有棱角的了 记者看到 方形的黄金戒指表面出现了变形的情况 齐女士说 戒指并不是最近才变形的 刚好我翻手机的时候 因为经常喜欢拍自拍 然后就发现 这个戒指买完半个月左右的时候 已经有棱角了 已经变形了 所以这个戒指 我认为是严重的质量问题 我需要它给我退货 戒指戴了半个月就变形 齐女士认为 是质量有问题导致的 为了弄清楚试气的原因 记者来到了维方昌益市全服员商场塞菲尔珠宝专柜 商场工作人员解释 专柜售售卖的黄金饰品在出厂之前都有专业的机构检测 所以戒指没有质量问题 那戒指为什么会变形呢 严重的一个变形 但是你这个东西 你没有一个外力的话 它不会变形这么严重 从我购买到发现变形 就半个月期间正好是过年 又没有什么干 又不需要干活 也没有工作 它就也没有什么搬重物什么就变形了 所以我认为是质量问题 商场工作人员说 方形戒指变形肯定是外力导致的 而齐女士认为 戒指变形之前自己并没有磕碰它 所以是因为质量问题 戒指才会变形 随后记者也拨打了 塞菲尔珠宝全国客服的电话 反映情况 等待了半个多小时 记者并没有接到厂家客服的回复 为了尽快解决问题 商场的工作人员 也联系了塞菲尔珠宝厂家 不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表示 厂家同意了齐女士退货的要求 并不是说我这个商品有问题 下来就是我给你退 我给你从哪里 毕竟是没了一个 不希望你没了一个 以后就不再没了 当着记者的面 商场的工作人员呢 给这位女士办理了退货手续 事情呢最终是得到了一个解决 大家在生活当中 如果你也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 欢迎给生活帮给阿素打电话 9600 5900 我拍记者帮您跑腿 帮您解忧 好 好